大善人生能綁織的白董市長 既捐贈給我們警察兩千多件的背心 以及四百多支的指揮棒 今天又大手筆捐贈給我們十床電動床 還有一百床的路窗的預防床 還有一百個產障人士的靠電 在這邊再次利用這個機會 謝謝我們大使三家我們白董市長 可以說在聖誕節的前夕 當個聖誕老公公送給我們這些需要的朋友 那先政府也會媒合給有需要的相關的社服單位 或者個人讓他們能夠感受到 我們白董市長的愛心 我們都知道床正常人大概也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一輩子在床上 那如果說對於失能的這些朋友們 幾乎他是二十四小時都在床上的 所以這個床的好壞 那會不會造成他的這個路窗 影響到他後續的這個身體的狀況就非常重要 我想在這邊再次的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代表我們所有的弱勢朋友們 再次的謝謝白董市長他的一個用心 他的一個這個付出 也期待透過這樣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人一起來關心我們的這個機構 關心我們的弱勢朋友 目前創世在我們彰化地區 會扶大概95個人植物人家庭 那也介於我們白董 因為家裡有生病的長輩 他自己親自照顧過 所以了解這樣子的辛苦 照顧者的辛苦 所以其實我們又重點展示的這邊 都是植物人家庭 夢寐以求的一個設備 這部分其實也謝謝白董 在我們長期幫助創世的部分 現在又開始研發 我們實際用在植物人的照顧身上 所以其實捐贈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實際用在各個安養院 跟我們的植物人到達服務家庭當中 愛心縣長王惠銘 我跟他認識很久很久 也是在慈善的機會上面認識他的 其實最有愛心 比我還有愛心應該是他 OK 那王助長也在這裡 這一次這個電動床 他去看了兩次 他親自帶著團隊去看過兩次 也看過眼鏡 他覺得還可以 所以我就請他來幫忙 來做一個訓練 OK 那有人問我說 你這去買的喔 跟各位報告一定要買 我自己不能生出這些東西來 可是你找這個的構成 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那個張醫長有說了 那個我是透過台灣來了解 那我自己顧七點九十二歲 自長期要在床上使用 那當然他買的會比較好 可是比較好裡面 我想說既然要送 就送比我爸爸用的更 更等級更高的 所以就找了這一個電動床 用了幾家來選 就他一手從頭到尾 他來組裝 他來做修改 真的很謝謝他 啊 年紀 我大哥啦 我大哥齁 七十出頭一點點而已啦 可是他很幫忙 能力很好的 不小心七十出頭一點點而已 謝謝 謝謝 界十出頭 每分鐘都呈來了 誰能助 sampai出 還沒有